事故,不应学法,不应取非法,真正学佛不应该住相,也不应该不住相,这真是很难办。这里我讲两个故事,虽是笑话,但是其中有真理。 话说孔子绝良于尘,学生就向老师建议,向对面那个有钱人建议点米来吃吧。孔子心里很难受,好吗?你们坚持要这样,你们去建吧。谁去呀?子路向来是最冲动的人,子路就去了,敲开门,那个人问,你是对面那一批落难的人吗? 你既然是孔子的学生,一定认了中国字,我写的字给你认,认对了,不要借,送米给你们吃,不认的,就不借,有钱也不卖。 他写了一个真假的,真,字,子路说,这个字你还拿来考我,这是,真,吗? 这个人把门一关说,你认不得,不借,子路吃了闭门羹,回去告诉老师,孔子说,我们到这一步,饭都吃不上的时候,你还认,真,个什么? 不应该认,真,了,这一句话讲完,子共说,老师呀。 我去借,子共当然比子路高明得多,又去敲门,老头子出来又是写这个,真,字,子共想到刚才子路为了认真吃饼了,他就说这个是,假,字,老头子更生气,碰,把门一关。 子共跑回来跟孔子一报告,孔子说,哎呀,有时候还是要认,真的,所以这个人很难做,认真不认真之间,很难拿准火候,所以不应取法,不应取非法,就是这个道理,就是想做人行为。 第二个是禅宗里头的故事,有两个禅师是师兄弟,都是开悟了的人,一起行脚,从前的出家人肩上背住一根木棍子,上面一个铁打的方方的,叫做铲子,和尚们背住这个方便铲上路,第一准备随时生铲,带一块羊玉,有泥巴的地方,把羊玉切四块埋下去,不久羊玉尝出来,可以吃饭,不要化圆了。 第二个用处是,路上看到死东西就把它埋掉,这两师兄弟路上忽然看到一个死人,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,就挖土把它埋掉,一个却扬长而去,看都不看。 有人去问他们的师父,你两个徒弟都开悟了的,我在路上看到他们,两个人表现是两样,究竟哪个对呢? 师父说,埋他的是慈悲,不埋的是解脱,因为人死了最后都是遍泥巴的,摆在上面遍泥巴,摆在下面遍泥巴,都是一样。 所以说,埋的是慈悲,不埋的是解脱。 我们通过这两个故事的道理,了解金刚经告诉我们的一句话,应无所住,不应学法,不应该抓住一个佛法去修,落在某一点上,就先住了香,就错了。 你说,我什么都不抓,所以我是真正学佛法,你更错了,有时候也要认真。 所以,不应取非法。 口德决定一个人的运势 聪明人从不说,伤人伤己,的五种话,常言道,众口硕金,机会消古,能言善变,这是想难得的本领,但是过了就变成了口无遮拦,给自己带来的就会是麻烦了。 古人说,口能吐玫瑰,也能吐吉利,一个人如果只有能说会道,却不见得被众人抬爱,但是他言语之实,表达的是对众人的关怀和仁爱,充满了仁德,就会被大家启爱。 古人云,口能吐玫瑰,也能吐吉利,修炼口德,就是修炼自己的气场,一身正气才能好运多多。 口德好才能运势好,运势好才能少走万路,多些成就,恶言不出口,苛言不留耳,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修养,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,风生水起好运来,出言不慎,四马难追,伤人伤己,运势必定越来越差,下面这五种糟糕的说话方式一定要戒掉。 一,借多言,并从口入,或从口出,说话不要太多,言多必诗,莫子中记载,莫子的学死勤问莫子,多说话有好处吗?莫子回答说,蛤蟆,青蛙,白天黑夜叫个不停,叫得口干蛇皮,可是没有人去听他的。 今晨看到那熊鸡,在黎明暗示体教,天下振动,人们早早起身,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? 只有在切合时机的情况下说话才,有用,莫子告诉我们,话不再多,会说话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机说出恰当的话。 二,借轻言,言不可轻说,若说话更改,不如不说,言不可轻诺,若应诺更改,不如不诺,不要轻率地讲话,轻言的人会召来责怪和羞辱,不要轻易向人许愿,轻易许愿,会丧失信用。 三,借狂言,不要不知轻重,胡砍乱说,胡砍乱说,往往后悔,清代山因心先生言,为人行事物畅狂,或服冤前各自当,畅狂还是谦下,这是直接关系住个人的或服的,人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无非言语堂,言语又最直接,所以说话切记狂言,狂则惹眼,狂则昭恨,狂则昭恨。 四,借直言,不要不顾后果的直言不惠,否则也会引起麻烦,直话,要转个弯说,冷冰冰的话,要加热了说,顾及别人的自尊,把别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。 五,借尽言,说话要含蓄,不要不留有余地,知人不必严禁,留三分余地于人,留些口德于己,责人不必科尽,留三分余地于人,留些度量于己。 十二条极简生活方式,中一条都很了不起,一专注,当你行走时,请好好专心行走,当你吃饭时,请好好享受吃饭。 十二条极简单,当你看书时,请好好专心看书,当你跳舞时,请好好享受舞蹈。 只要脑海里不想其他的事,你的大脑以及身体感官就会变得敏锐,更有助于你专注任何一件事情。 二,谨慎,你可以一次性完成任务,但不能潦草完事,你可以慢慢做,但急不得,谨慎地注意你的行动,把没有完成的任务列出轻重缓急并整理好。 三,自由,你可以专注做任何事情,但不要把一天时间填满,安排得过于紧密,那样会变得焦虑不安,不知所措,倒不如腾出一点时间停下来给自己缓冲期,这会使你的日程表更轻松,生活也变得更从容,更自由。 四,仪式,生活需要仪式感,你可以建立你的仪式,为食物做准备,为你喜欢的事做,为你身边的人制造气氛,这都能带来一种兴致而美,好,五,时间,你可以为自己分配时间,不管是工作或是娱乐或是吃饭或是沉思, 只要有规律合理的安排,就不会像那种慌慌张张的马大哈。 六,享受,你可以花些时间来享受,或做你所想做的事,喝红酒,跳舞,画画,写字或是弹笑风声,都可享受活在当下。 七,微笑,你可以保持微笑,微笑助面对我们美好的每一天,也能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,笑看人生百态。 八,冥想,是注用冥想的方式来清空身体,不去想,不去猜,只需与自己对话,仅仅几分钟,便豁然开朗,这也暗示并改变你的生活方式,就思考。 在生活中,有很多事情没有必要都做,而是学会换位思考,不停地问自己,需要哪些,该舍弃哪些不需要的事与物。 十简单,简单生活便是福,尽量让一切简单起来,你会发现,从简做起,一切都变得美好了。 十一,清空,清空并不是要你全部清零,而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清理掉,就好比你的身材管理,唯有自律者才能使自己变得更美,这也是保证你完成每项任务的一种激进方法。 十二,服务,与人为善,不畏目的是不罢休,处处留心为他人服务,这也能改善你身边的人以及生活的美好方式。 以上十二条极简生活方式不分前后排名,每一条都尤为重要,生活应删凡就简,只有简单的生活方式,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幸福。